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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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科学的定律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使用它 使用它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矩阵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这就是这本书 或者是这一张的一个重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 一个简单的电路了 你看到它有一个电池是12V 另外一个电池是5V 那它接的方向可能就会影响 你的方向,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假设它电流一开始 是大I出发 从这个12V出发 然后呢,它经过这个Branch 经过这个 交叉点的时候,我们就分成 I2跟I1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锁定两个路线 然后去走了,所以第一个路线 的话我们走 AC C D F 就是大的这个路 大圈 然后第二个路线的话,我们就走小圈 所以就走 A B C F 好,那我们就走一下 看看这个能量守恒 跟这个 电荷 电荷守恒的概念 那第一个电荷守恒 电流不会增加,不会减少 所以你一定是 所以 I会等于什么 等于I1加I2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要走路径 ACDF 那ACDF的话,我们就先从 这个 12V的 副端出发 所以从 副 然后我们走到了什么 走到了正 所以这时候我们 得到了12V 然后再来我们就继续走走走 走到了C点 然后再来就经过什么 经过这个两欧姆的这个电阻 那这两欧姆电阻 它的电流我们画在这边 是I2 所以 这个路径的方向 跟电流方向是相同 所以我们就损失掉这个 电压 那电压就是IV 所以损失掉2乘上I2 然后再来我们又从什么 从这个电池的正走到负 所以我们损失掉了5V 然后再来我们就走到什么 走到这个 3欧姆这里 那3欧姆的电流是I 所以我们就损失掉3倍的I 所以这就是大的路径 大的loop 那再来就是小的loop A B C F 那一样从从这个电池 负到正 走了 获得12V 然后再来呢 我们我们会经过什么 经过这个4欧姆 然后用电流是I1 所以是减掉4倍的I1 然后接下来又经过这个3欧姆 3欧姆 3欧姆的话是减掉3倍的I等于0 那写下这个一组linear equation 以后呢 接下来就用矩阵的方式 所以你把系数写下来 然后这边是常数的栏位 然后做所谓的这个 这个Raw Operation 然后Raw Operation的话 然后Raw Operation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化 简化到什么 简化到这个Reduce的Raw Atron Form 那获得Reduce的Raw Atron Form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翻译回去 翻译回去的话就是说 这个前面这个就I I1 I2 这个就是I1 然后I2 然后这个就是I了 所以你就得到什么 得到I会等于2 从最下面这一列得到I等于2 然后第二列的话 得到I2就等于1分之1 I1就等于2分之3 就完成了 你就完全就算出答案来了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电路的例子 那这个电这个例子 其实你之前也都算过了 只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 告诉你说用先行代数 其实都可以解你 呃从前所 用这些消去法去计算的这个 物理问题啊 或者等下来看到一些 经济模型的一些问题 所有问题都可以解 只要是线性 就是只要线性的等式 好那比如说 我们从前常常在讲说 我们也可以计算说 这等效电阻 对不对 Effective Resistance 这边 譬如说这个串联或并联 这常遇到问题 假设两个电阻做并联 对不对 那你这时候就知道说 这个总电阻 分之1等于R1分之1加上R2分之1 好那 我们要写下Equation 所以第一个你要怎样 你要假设 未知的跟已知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边我们假设电流是未知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I1跟I2是怎样 是分流 那他们的总电流是I 这是未知的 I1加I2等于I的概念 然后第二个式子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呃 电阻也是已知 然后电压是已知 那你跨过这个R1的时候 你就会等于电压 所以I1通过R1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个电压V 然后另外I2走另外一个branch 通过R2的时候 你也得到一个电压V 所以已知跟未知 你要稍微分辨一下 这个I1 I2跟I是这个未知的 那V啊 R1 R2这个是已知的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讲 从这个一组linear equation 就可以得到一个矩阵 所以这边就是I1 I2跟I I1这边是I2 然后第三列就是I 然后第四列就是Constant 这一列是Constant OK 好那接下来就做所谓的Raw Operation 你看到这Raw Operation 你会讲 你会把这R1 R2把它除过去了 所以第一步就这样 就是把它变成1了 就是想办法把它简化 变成一个最简化的这个矩阵 好那再来呢你会讲 你会把它移到上面去的 往上 因为你希望这个左上角是1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会把最后一列 利用上面两列做一个消去法 所以你就会把上面第一列乘上-1 然后加到第三列 然后第二列乘上-1 然后加到第三列去 所以你就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第三列就是1 然后这个常数就变成V除以R1 加上V除以R2 那这个形式就是所谓的最简单的矩阵形式的 然后所以下一步就是翻译回去 所以这边就是I1 I2 这是I的 然后这就是常数 所以你就得到说这个I就等于什么 等于R1分之V加上R2分之V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说 I除以V 这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等效电阻 这个就是R分之V 那R分之V最后就等于什么 等于R1分之V加上R2分之V 所以你看到这个矩阵 矩阵阵数的工具可以讲 可以协助你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好,再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线阵数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是在这个 这个经济的模型上的一个使用 那比如这个example他说 假设有这样 有三种工业 然后呢他怎样 他会有消耗掉 因为你要生产 那你就会消耗掉东西嘛 然后他的消耗跟生产 我们用这个表等下你会看到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利用这个表 然后去讲去计算他的什么 他每年的生产量 生产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所以他的概念量就是说 你要生产出这个服务这个产业的话 那你会消耗掉0.2倍的 当年的这个服务的产业的这个 产出来的东西 量你要消耗掉20% 然后呢 那电业 电业产出来的量你要消耗掉50% 那概念很简单嘛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个产业 你要用电嘛 OK 然后呢这个石油产业 好的油 油产业消耗的那个 当年的产出量 你要消耗掉10% 最后呢你还要讲 你还要可能还要 额外再用掉这个 1000万 然后最后你才讲 才成为你的这个 这个今年服务业的产出 那从同样的电业的产出也是一样 它会消耗掉40%的服务业 然后消耗掉20%的电业 消耗掉20%的这个石油产业 然后另外额外还要再加上 这个10 million input 然后最后才会产生这个电业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这个总输出的产值 好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写下 写下一个等式 就你最后要产出X1 那你要产出X1呢 你要讲你要消耗掉0.2倍X1 消耗掉0.5倍X2 消耗掉0.1倍X3 还有消耗掉这个10 million 我们用单位用million 那 如果说你讲你要生产 电业X2的话 一样要消耗掉这个服务业 然后电业 然后油产业 额外要input money 然后如果你要获得这个这个石油产业 对不对 那你要讲消耗掉这个 一样要有人嘛 服务业的 的产的10% 然后你要本身也要耗电 所以你要用到30%的电 然后你要会用到耗掉石油产业30% 另外你要input这个 30个million 那接下来你就把这等式把它整理一下 比如你左边有X1 右边有X1 就全部都把它移到左边去了 所以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 比如说 第一个式变成是0.8倍的X1 然后减掉0.5倍的X2 再减掉0.1倍的X3 就等于10 那你把这个系数呢 把它写下来 写下 写下Augmented Matrix 0.8-0.5-0.1-10 同样第二个等式也是得到-0.4-0.8-0.20 第三个等式你也可以去写下这个equation 然后把这个系数还有这个常数都把它把它起到矩阵里面去 那后面就很简单了 你就是做所谓的elementary row operation 就是基本的这个这个列运算而已 那第一步我们只是讲 只是把第三列移到第一列 然后你接下来都乘以10倍了 所以13-7-300 然后呢 这个第二 第二列第二列就移到第三第三列去 变成这个4-8-2-100 然后这个第一列移到第二列去 然后接下来就怎样 就做rall operation 比如说把第一列乘上这个-8倍 然后加到第二列 然后乘负4倍 加到第三列 你就做初步的运算 OK 第一次运算 然后再来再做什么 再把它除以这个 这个 我们把第二列跟第三列互换 所以接下来互换 然后再除以这个20 所以你就得到第二列 那一样 接下来就再把第一列 这个3再把它消掉 然后接下来呢 再把什么 再把第三列 第三列你也把它29倍这个简化 然后再怎样 再除掉这个细数 最后变成1 然后接下来再把上面 再把它 变成0 OK 所以最后你就得到什么 得到 reduced slow action form 就是最简化矩阵形式 那最简化矩阵形式 那最简化矩阵形式 再翻译回去 就第一个是什么 是x1 第二个是x2 第三个是x3 那最后一栏就是常数 它就是多少M的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说这个 x1 就等于这个61.74M x2就等于63.04M x3就等于78.7M 所以你就得到 诶 原来用这个 现金代数 矩阵运算 你可以讲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不过重点 当然他们这个 变数之间 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是这个线性叠加的 然后你必须要 满足很简单的这个 superposition 就叠加原理